你知道身为基督徒 一定很多人都好奇一件事情 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 那到底圣经里面写些什么 圣经的意义跟价值是什么 对基督徒来说 我们相信的是 圣经是神所漠视的 圣经是神的话 是 你知道当谈到圣经的价值的时候 我就想到说 有些时候可以从畅销的程度 来知道一本书到底好不好 有多么的重要 现在很多人都知道说 哈利波特跟魔戒 他们认为这是最畅销的书 完全不是 其实如果哈利波特跟魔戒 它的销售量 如果跟圣经比那就差远了 你知道如果从每十年的 圣经销售量来看 从1960到1969这十年当中 大概销售了五亿多本的圣经 对 然后到接下来的1970年到1979年 大概销售了九亿多本 然后1980年到1989年 大概销售了十亿亿本 1990年到1999年 大概销售了十三亿本 我们现在手上的数据是到 2000年到2003年 这个期间大概销售了四亿五千万本 我告诉你 如果任何一个小说家 他能够卖出 不要说 赚翻了 他已经这辈子都不需要 他的板税已经都不需要工作 不过圣经是这么畅销这本书 我想这么多人历世历代来 这么多的人来看这本圣经 圣经一定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 是 也就是 我们下一个小说家 一个小说家